蝙蝠侠101 想对猫女有更多的了解吗 那么先去蝙蝠侠聚集中一睹为快吧 看看猫女和蝙蝠侠在歌坛式天台上 究竟是如何争锋相对的 好 that's it Heaven 2 good looking nice cowl really sets off your chin i take it you trip the silent alarm only way I need to get you to come out and play You're coming down, or do I have to come up? Catch me if you can. You can stop playing hard to get. and give up the thrill of the chase I hate to cut our first date short cutie but I like to leave a man wanting more cute toy back bow but corner a cat gets scratched another cat fact we always land on our feet I think I'll take something to remember you by no way my utility belt 啊 Mine i think it's all the sheets and how much i think it's a lot of he's humanity and what so point i think 这次称得上是和他是最厉害的贼了 你有 第二 反派之友 众所周知 猫女和蝙蝠侠的一些敌人联手过 包括独藤女 企鹅人 还有富裕者 她的性情跟猫一样 你永远都猜不到她到底效忠于谁 但我敢肯定的是 她的行为总是非常难以预料 这就想认定她是超级反派 我们还是去蝙蝠侠英勇无谓里寻找答案吧 留心观察 她是诚心挑起事端 还是只是觉得有趣 你又让我卷入了一场大麻烦 我怎么知道她的化妆盒里有昏迷毒气 怎么说呢 因为你至少跟她打过二十多次 看来你要患上严重的猫爪热了 蝙蝠侠 患病的人是你猫女 罪恶魔长病 少跟我说教 大英雄 谁比我更有资格得到这些珍贵的猫神像 肯定不是破旧的博物馆 我想我拯救了神像 蝙蝠侠你有什么招数 是用猫薄荷引开小猫 还是用那个高频的玩意儿弄晕他们的脑子 偷东西有损你的优雅呀猫女 我的宠物会揪掉你那讨厌的舌头 你刚才说优雅 少说话多用万能腰带 你到底听见没有啊 优雅是的 但更邪恶 放弃犯罪生涯吧猫女 让我帮你改邪归正 等等 你们在调情吗 哦 你总想折断我的爪子 因此我必须一劳永逸 剪掉你的翅膀 我会先给你戴上项圈 没错 就是调情 大情商 我说了应该拿走他的腰带 噓 你们对付那个大号小精灵 蝙蝠侠交给我 蝙蝠帮忙 你不该干这个呀 颠覆侠 你我能成为最佳的犯罪搭档 完美的超能力伴侣 我是正义的仆人 但正义永远需要新鲜血液 那两个太过分了 就是啊 闭上你的臭无罪 虽然说猫女很爱搞恶作剧 不过我们也看到了 她从没有真的让蝙蝠侠陷入威胁 刚才她都没有拿走蝙蝠侠的工具腰带 也许这只猫也不全是坏心眼 毕竟 她也是有原则 第三 道德原则 其实猫女跟蝙蝠侠一样 也有很强的道德原则 她不会随意伤害无辜的平民 偷来的大部分东西都救进了穷人 还会义不容辞地救人 甚至救过蝙蝠侠好几次 她还出手阻止过像小丑和稻草人这样的罪犯 所以我要在超级英雄这一项上给她加不少分 最后一项 爱互动 猫女的品味和能力都像猫 但这不是为了作秀 她特别喜欢猫咪 其实她极力拥护动物的权利 很令人光目相看 你们知道塞里纳执行任务的时候 尤其是在帮其他动物时 她自己的一些猫咪也会加入她的行动吗 想象一下跟现实中的猫咪们并肩作战 是不是很酷 你会讨讨为了整个人怕蝙蝠鹿 谢谢朋友 我来说 他们把你怎么了 瞧瞧谁溜进来了 你那儿好像受了点伤 猫女 也许用舌头舔一舔会好过些 你们把动物怎么了 比起我们要对你做的 算不了什么 好吧 至少猫女善良的内心 无愧于她强大的能力 个人觉得她显然处在 超级反派和超级英雄 这两个极端之间 但是我觉得 这就是她想成为的样子 等下一次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请关注周六批铬情事 观看DC儿童频道上更多 关于蝙蝠侠的精彩内容 节目里出现的动画选习 均可在华纳家庭娱乐的网站下在 下期再见